圓 進射 中點到往下 Enter 再來我們就要做出這個地方 接下來我們要處理右上部 右上部的部分 這邊先把這條線刪掉 首先我們畫一條線 這條線的話 這條線相切點 角度的話特別注意 因為它是 原來是這個角度 我們給它一個距離 這個距離的話我們可以長一點 距離X100 角度的話是負值 因為它是 順時針的話是負值 所以是負15 再來 再畫一條線也是一樣從這邊 相切點 然後相切點這邊 距離也是100 角度的話是負45 45 那這樣的話就畫出兩條線 接下來的話我們 從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切切半 我們這地方的話可以有一個半徑 半徑是15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繪圖 圓裡面有個切切半 這個圓會切這裡切這裡 半徑的話15 再來的話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是30 那它會切 它會切下一個圓 所以這邊 它應該不是在這邊 應該在裡面一點 所以我們這條線先拿掉好了 先處理那個有一個300 的這個弧 那弧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用切切半也可以切 它會切這裡跟切這裡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圓角也可以 圓角 那它一定會切這裡 也會切這裡 所以這邊的話就有個300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這一條線上會有個 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 可以切出什麼呢 一個30的一個 半徑三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切切半 切切半 切這一條線 跟切這個弧 然後30 Enter 好那這樣的話呢就可以產生這個弧 那我們把多餘的線段把它刪掉 這邊的話呢 我們 這邊 這一條要留下來 這一條要留下來 所以這一條 裡面的這個是輔助員 這個不要 這邊往裡面 這邊 這個 這也多的 那這個已經是獨立線段 這個也是多的 那這兩個獨立線段把它拿掉 沒有 這個 這邊 那這個獨立線段拿掉 好那 在右上部的部分就完成 接下來再往下 這一條線呢 我們它要一個角度 一個角度是5 所以這地方我們用旋轉 那特別注意呢 它的選舉 選舉它之後 按Enter 或空白線 基準點記得在中心點 那角度的話呢 因為它是 降轉 所以是 逆時針是正直 所以是5 Enter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有個角度 好 剛剛這裡的話我們用切切半 就可以完整 切切半進3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多餘的線段先把它刪掉好了 這個跟這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這個地方再畫一條線 從中線到中線 到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畫一條中線 往下這個應該是角度是 距離應該是40 40 40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 它角度各為15 15